很难想象午休前后 体育馆里气氛尽有天壤之别 别误会这可不是一般的运动中心 而是立基殿综合体育馆午休时矿 从体育馆到健身房 员工们都在积极运动 公司提供了各种预乐的场所 然后提供同能使用 其实我下班常常就到健身房 然后还有参加有氧瑜伽课程 公司的健身器材还蛮完善的 针对训练的话 我就针对腿部然后胸推然后背部 公司也有举办各种的多样性的球类 或竞技系的活动 代表公司去参加篮球社的圆区杯 都在前四强的四强队伍内 最重要的是搭起了我同事 和跨部门之间的桥梁 所以其实我和同事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公司也有提供就是视障按摩的师傅 然后提供大家放松 如果万一生病不感到身体不适 其实公司立基店也有诊所 不用到外面排队 其实说实在是蛮方便 不仅关心员工的健康 立基店也保障员工的实质收入 且为了响应解决少子化国安危机 更延长产假 尊重员工时间安排 有获利盈余时 对 就会不吝啬的辛劳辛苦的同仁 除了分红年终还有季奖金 特别是最近几年 有提供员工的认识 所以其实让同仁的整体年薪 有大幅的提升 一个员工进入公司来做事 它最主要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养家活口 第二个呢最重要的就是 要能够在职场上面学习长进 增加经验 讲到福利 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运动设施之外 我们还有瑜伽 什么卡拉OK等等 我想对员工的这个帮助也是很大 第二个呢 当然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呢就是让我们的员工 上班下班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其实员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 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丰富的员工福利外 从福委会到公益委员会 立基店透过各类型活动 实践对偏乡环境与动物的关怀 公司提供的福利相当的多 那就我自己本身我最喜欢的 其实会跟艺文相关的为主 像是公司也有举办好几次的摄影比赛 主题类的话可能会是以 比如像是一些快要绝育的一些动物 像是石虎或者是公司建筑物的一些拍摄比赛 对于户外的公司其实也有提供 像是我们的野餐音乐会 在假日的时候也可以找家人一起参与 我觉得共同去创造一些回忆其实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公司不只是一起工作聚集的地方 更像是一起努力打拼然后成长的大家庭 对于公司公益委员会的话 其实我有印象的活动我觉得蛮多的 我们一直持续在做的是针对一些在地的学校 像是竹东国中的羽球队还有我们苗栗厚龙国小的扯林队 我们会去提供一些资源在中秋节的时候 又制证一些我们中秋节的礼品给偏向学区的一些小朋友 我知道公司一直都有在推动工艺慈善的活动 对啊除了有植树然后进山进坛 带着家人和小孩一同参与 其实小孩可以从小就建立良好的观念 在利基店迈向多元化经营的同时 持续致力于敦青木林 积极进行废水废弃的污染防治 是ESG元素成为公司治理的DNA 我们公司从1994年到今天已经快要30年了 转化成为目前的一个代工的模式 当然这个是转变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会比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晶圆代工的一个公司 最近这些年啊就是ESG的这种意识 非常的高涨 有关这个环境处理的排放处理的这些设备 都逐渐的更新 编列适当的运算 跟我们所谓的绿电凭振 那我们也积极地在寻找适合盖自己的光电发电厂的一个场域 在现有的生产规划下 利基店不断于AI领域追求创新 并透过产学合作积极培育人才 为公司经营发展带来新的成长 未来呢 很重要的就是公司要有一些创新的一个技术 我们这几年来其实也投资了不少 那尤其是在AI的这个领域呢 就是透过不同的这个晶片整合的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 这一个技术呢 能够带给我们公司呢 一些新的这个业务 从去年开始也是大力支持这个 政府的这个半导体学院 在这个产学合作上面 积极培育人才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mission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